诗篇68篇跟圣经里面其他的诗有一点相同的 就是要显出我们跟上帝的祷告 我们对神的祷告的话 我们从第一节看起 愿神兴起使祂的仇敌四散 叫那恨祂的人从祂面前逃跑 他们被驱散如烟被风吹散 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 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我们相信神在每件事都掌权 我们也高举祂一切的带领 相信祂的带领给我们更积极的力量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一切带领 我们就不是死板的在那里变成一个木偶 神对那信靠祂的人所加添的圣灵和信心的力量 是可以移山倒海的 所以我们越信主越积极 我们不会变成好像不动的呆子一样 所以有一句话不是太恰当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 就单单仰望主吧 我们就单单信靠主吧 这话不是太恰当 我们若是信靠主 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 我们是什么都能做 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那么当然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或动或静 但是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绝不是死板的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信心加添 信心加添必定能够更积极 即便我们处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 像耶利米他的环境是最艰难的 他眼见着以色列人 因着悖逆上帝不悔改 一定要灭亡 但即使在他看到一定会灭亡的路上 他看到上帝要跟百姓立的新约 那个平安的约 从耶利米苏三章到三三章都有讲 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信靠上帝 上帝全能的掌管使我们更积极 这积极包括我们积极的祷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也听过很多次 哎呦神什么都知道了 干嘛要祷告呢 就是神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要祷告 先说简单的答案 你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祷告 神是都知道 你不知道 你连你祷告什么都不知道 你更需要祷告 另外神虽然在每件事上都预定好了 为什么我们都以为 神预定我们不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认为 神预定我们都是懒惰的呢 我们不但祷告祈求 而且圣经里太多经文 包括这句话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积极度 是提醒上帝 神啊 起来啊 本来 这句话也是提醒神的仆人的 以利亚有一次灰心上至到一个地步 就求死 她不想活了 是她肚子实在太饿了 死前还是吃了一点东西 吃完就继续睡 她灰心失望 体力疲倦 没有力量 就睡着了 就睡了 睡了 耶和华的就把她拍醒 起来 你当走的路甚远 另外 约拿在船上 她违反上帝的命令 神要她去的地方 她不去 她去一个相反的地方 然后她买到了船票 进到船舱 到船底下 找一个地方 舒舒服服睡觉 上帝大概不会找到她 约拿 亏她是先知 也亏她后来对船上的人讲 我是希伯来人 我信靠那 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亏她讲得出这句话 上帝创造万物 管理万有 她似乎有一种想法 神要她去尼尼维 她不要去 但是如果在 以色列这个地方 这是上帝的地盘 这上帝可以随时知道 把她定位找到 约拿在这里 在那里 那么约拿呢 就买了一张船票 那么到她失去 而且坐到船舱底下 神大概看不到 亏她还会说 神是全世界的主宰 她以为神只是一个local god 不知道他在哪里 就睡觉了 大风大浪不能叫醒他 因为他觉得他离开上帝掌管之地会很平安 就没有想到那个船上的人 在风浪中 都有一点觉醒 人通常在灾难中 比较容易觉醒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平顺中 比较昏沉 各位姐妹 请你们真的要小心 当人人都说你漂亮的时候 你很可能会昏沉下去 就通常诈骗集团就骗到你了 我们看小朋友被骗 是给他糖吃 大人也是 各位弟兄不要自大 我们也是一样 马屁拍得对 每个人都会上当的 那么约拿她逃到船底下 她觉得她是很平安的 没有人找她 没有想到神在灾难中 让这些可能满口脏话 败甲神的水手和船长 有某种程度的醒悟 风浪实在太大了 他们就 不但自己求告神 不但想办法减轻 风浪带来的灾难 包括把货物丢到水里面 没有办法 他们就求告 船长希望每个人求告自己的神 来解决问题 风浪还是很大 他们就做了一件事 他们就收全船 这么大的风浪 他们有一点觉醒 他们有一点觉得 这么大的风浪 是因为上帝 对我们当中某个人不满意 大家都在那里 他们居然就想到 可能有哪一个混蛋 少把心 躲在一个地方 结果就看到约拿睡觉 他们就跟约拿讲 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 起来 你为什么还在睡觉 起来 祷告你的上帝 一个外邦人 一个不认识上帝的船长 对约拿 对神的先知说 起来祷告 这实在太讽刺了 太讽刺了 但是 我也看到过这种情形 有一位新儒家 叫 牟宗山 牟先生 他是非常反对基督教 他不希望 他不信 也不希望中国人会信基督教 但是他 有一次 他自己说是牧师 但是应该不是牧师 应该是神父 他跟一个神父讲 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 讲道 写神学 都是亚里斯多德的 哲学呢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从 耶稣来讲 你们的神学呢 耶稣的生命 多么好 你从耶稣来讲 你的神学 比从亚里斯多德 要讲 要讲得好得多 这叫 理师求诸也 我们自己把 耶稣 把圣经丢掉 外邦人 其实他们还真想听了 另外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在美国的 自由派的 神学院的时候 也是这样 老师以进步自豪 我们 这个神学院 很进步的 我们也有圣经系 但是 我记得 我刚刚去修课的时候 因为都要导师签字嘛 导师说 你干嘛修罗马书 你干嘛修创世纪 不要修圣经嘛 就他不要人 读圣经 他要人 relevant 跟得上时代 修马克思啊 修康德这些东西 各位 别人来教会 如果他不能听到上帝 他不要听别的东西 假如说 传爱之家 因为 因为你们做的点心 做的菜很好吃 那么有人就说 来传爱之家 吃点心 吃菜 或者一年一度的聚餐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 各位 传爱之家 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了 你们不如变成 传烹调之家 厨师之家 传爱之家 是来传上帝的道 上帝的爱的 如果讲这个 各位还不太懂的话 我换一个 百人大合唱 如果人来到 百人大合唱这里 他们说 你问他说来干嘛 哇 我听说你们每次 练唱以后 那个吃的东西 很好吃 我来吃这个 你说你错了 我们这里 希望你来听我们唱 教会 是传讲上帝的 如果不传讲上帝 传讲别的 就很悲惨了 但是我很遗憾 很多人 说教会要relevant 要切实 我们要讲时代的议题 所以有些教会 就很喜欢讲到 好像时代的议题 你再怎么讲 怎么能比别人讲得好呢 你能讲的是上帝 我们最重要是这个 约拿都忘记上帝了 以至于需要有一个船长提醒他 起来 祷告 求告你的神 求主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现象 有人提醒约拿 有人提醒不同的人说 你要起来祷告 你要起来工作 你要起来侍奉上帝 好 因为我们懒惰 因为我们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可是很稀奇 这一段经文讲到说 神啊 起来 你起来 好像神在睡觉 好像神需要人提醒一样 神当然不需要人提醒 但是如果我们 能够有这样的心 常常呼求神 对神有信心的呼求 这是非常好的 刚才我在早点来的时候 荣老师就请我为师母祷告 我非常的荣幸 我非常高兴 生病为生病祷告 当然不是最高兴的事 如果病好 那是更高兴 但是能够带导 我觉得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弟兄姐妹 让我们跟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 有坚定的信心 以至于我们不只是说 主啊 求祢做这做那 我们不只说 主啊 求祢感动这感动那 我希望我们也能说 哦 主啊 不要再睡觉了 起来 为我们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 为你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 愿神兴起 求神兴起 或者根本就说 神啊 你起来 然后让你的仇敌四散 叫这些仇敌都消灭 都逃跑 这段话是来自 明书记 明书记第十章 第三十五节以后的话 当整个以色列 百万大军 往前行的时候 约会是走在最前面 约会一起来 就是耶和华起来 往前走的时候 摩西就会说 耶和华 愿你兴起 愿你 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 从你面前逃跑 约会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 耶和华 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神啊 我们现在要出去 你帮我们做事 神啊 我们现在要住下来 你回到我们当中 我们跟神也应该有 这么亲近的关系 这里 他加了几句话 他说 愿神兴起 他一兴起 他的敌人就逃跑了 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耶和华的面 the countenance 或者the face of God 神的脸 神的面 这我们讲过很多次 我们简单地说 神的脸 神的面 从一个角度来讲 是很棒的 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脸 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 各位姐妹 我刚刚说不要这样说 但是还是这样说 你们是很漂亮的 能看到你们的脸 我现在只好看弟兄了 免得看到任何一个姐妹 能看到你们的脸 是很荣幸的 你吃过 Godiva的巧克力吗 你知道巧克力上面 那个mark是什么吗 巧克力上面的mark 是一个 没有穿衣服的女人 骑在马上 这是有故事的 Godiva是这个女人 她是一个 城堡的 保主的妻子 那个城堡的 反正城堡的居民呢 得罪了这个保主 保主要处罚他们 Godiva 很善良 就说 你不要处罚他们了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 我都愿意做 Godiva很漂亮 很害羞 她老公不知道 怎么拿根筋不对了 就是Godiva 替居民求情 请她饶了他们 她说 好 我饶了他们 但你要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你要不穿衣服 骑在马上 绕成一圈 Godiva 当然只好答应 但是她说 王啊 不要 我的丈夫 不要叫别人看到我 所以你下命令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每个人都在家里 不准出来 窗帘要拉下来 我这样就 骑马骑一圈 那骑一圈的那个画 后来就变成这个 巧克力的标志 故事后面还有故事 大家都不敢 看着Godiva 但是呢 有一个人叫Tom 他把窗帘打开了 看到了 当然也被发现了 应该也被处罚了 他偷看一下Godiva 他偷看 偷看叫做Pipping 所以他叫Pipping Tom 偷窥的人 就是Pipping 我想这么多只是说 各位你能看到一个美女 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能看到她 我们保享眼福 那全世界 没有比上帝更美的 所以你能看到上帝 是最荣耀 最喜悦的事 是最快乐的事 虚心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能看到上帝 看到上帝 是人的幸福和快乐 就如同你的老公 你的男朋友 能看到你的脸 看到你的笑脸 就很高兴了 这个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 特别是结婚的夫妻 你们夫妻还相看吗 不厌的相看吗 你看我 我看你 寒情默默 你真漂亮 我希望我们是这样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就被赶离耶和华的面 亚当夏娃的子孙 蒙恩的人 就会开始 可慕见到神的面 最好的例子是摩西 他可慕看到神 可慕看到神 我们也讲过 在圣经里 看到跟得到 跟进入 跟联合 跟成为是有关的 摩西很可慕看两个东西 一个看到迦南地 另外看到上帝的面 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 他都没看到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看到了 上帝非常喜悦 人对他有可慕的心 当我们多看上帝的时候 多看到上帝荣美的时候 我们就多有神的荣美 敬诸则赤 敬墨则黑 敬神则神 美国有一个短篇小说 我记得 我也提过 就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他们对面的山上 有个石像 那个石像是 上面那个像所显出来的人 非常的慈祥善良 后来有个小孩子 他就常常看这个石像 他越看 他就越有那个石像的温柔和善良 我们也知道这句话 夫妻脸 常常看你老婆 看你老公 你就越来越像他 我们多亲近上帝 可慕上帝 喜悦上帝的荣美 我们就有神的形象 可慕亲近神的面 会有神的样式 相反的 恶人看到神的面 就化掉了 就是同样看神 是一个荣耀 是看这位神 当我们有可慕的心 看的时候 我们就越看越喜欢 也是一首老歌了 我一见你就笑 那么我们看到 下面一句话是 你那偏偏风采 对不对 那么不管是看男的 或看女的都是一样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就美好 恶人看到神的面 就消化 恶人在神的面前 是欢喜快乐的 神 请你起来 请你用那些脸光 让那些寻求恶事的人 散去 让那些喜悦 善良的上帝的人 聚在一起 而且丰富 第四节 你们当向神唱诗 歌颂他的名 为那坐车 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 他的名是耶和华 要在他面前欢乐 这里有一点 又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要歌颂他的名 神的面 神的名 神的心 神的话 神的灵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神 神的一切美好 在他的名字显出来 在他儿子上显出来 在他圣灵里面 被人了解和认识 那么 所以唱 歌颂他的名 就是歌颂他 歌颂他的同时 我们一面唱歌 歌颂他 一面 为那坐车 行过旷野的 修平大路 这是什么意思 耶和华 坐车 行过旷野 为他修路 各位可能记得 在以赛亚书四十章 讲到 四十章讲到 耶和华 对以色列 重新施恩典 因此 耶和华 会回到耶路撒冷 耶和华 是一个 愤怒的丈夫 以色列是他不忠实的妻子 一再不拜偶像 不忠于上帝 上帝最后就离开 耶路撒冷了 以色列后来也离开 耶路撒冷了 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 拜偶像 亡国了 那么七十年之后 当上帝的愤怒 消除了以后 以色列和上帝 都会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回去 会经过旷野 从巴比伦 亚述 这些帝国 或者波斯帝国 回到以色列 中间要经过旷野 好像当年出埃及 到迦南地 要经过旷野一样 那么就有那句 很有名的话 你们要修植主的路 修植耶和华的路 让耶和华 很快的能回到耶路撒冷 让耶和华的子民 也能很快的 回到耶路撒冷 神所到的地方 需要修路 让人能去 传爱之家修的路 就是你们的歌 有的人可能是用 其他的方式 总之我们把上帝的美好 讲出来 让神能够回到我们当中 我们能到神那里 我们就在他面前 欢喜快乐 神在他的圣所 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生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 使被求的出来享福 唯有悖逆的 住在干旱之地 主啊 请你醒起来 请你来做事情 主啊 求你醒起来 意思其实就是 求你复兴你的教会 让你的教会 把你的荣耀 把你的盼望 把你的信息 给这个世代的人 给这个世代的人 他们可以归向你 他们能够 欢喜快乐 这里的快乐 他提了几个人 一个是 他做孤儿的父 神是孤儿的父 另外是 寡妇的生冤者 做孤儿的父 讲到他慈爱 爱护那弱势的 软弱的 寡妇的生冤者 讲到他的正义 他的慈爱 连续那些软弱的人 他的正义 让那些被欺负的人 冤能够得以生冤 神叫孤独的有加 使被求的出来享福 被求的出来享福 并不是说 打破监狱释放人 而是让委屈的 受伤害的 能够有地方可以去 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地方 可以去 那么唯有 悖逆的住在干旱之地 干旱之地 就是沙漠 那么当人 悖逆当中的时候 神就把他流放到 沙漠这样的地方 好 我们再回想 这一段诗所讲的 就是我们祷告 求神兴起 做他的工作 让这个世界 得知上帝 而得到安慰 得到鼓励 得到深渊 我们很需要这些 这两天 听到两个 很恐怖的新闻 或者说 匪夷所思的新闻 台湾好像都没有报道 一个是在美国德州 大概三天以前 四天以前 陪审团的一个case 这是57年前的一个命案 57年前 在德州的这个乡 一个乡下 County 有一个最可爱的女孩子 女孩子二十几岁 是很有爱心 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很虔诚 虔诚的天主教徒 都会去望弥撒 她那天也去望弥撒 她是老师 而且她是主要教 一些比较弱势的老师 可能是残障的 有爱心 有爱心 天主教徒很虔诚 她也很漂亮 她得过当地的选美的第一名 她非常好 她跟她的朋友讲说 她今天晚上要去教会望弥撒 那么她望弥撒 那个神父是一个年轻的神父 27岁 那神父说 我们不要在这里 我们在另外一个 比较宽敞的地方 比较好 这女孩子就失踪了 三天以后 她的尸体被发现了 她被强奸 被奸杀 在水沟 发现她尸体的地方 有一个 那个神父的照相机 有一个 那个神父所平常戴的竹台 这个神父的记录并不好 在那之前就曾经 暴力侵犯过一个女孩子 可是 没有起诉她 后来人家曾经问过她 也检讨过 为什么她能逍遥法外这么久 她说 第一个是教会保护她 第二个是政治局势保护她 第三个 她是神父的身份 可以不在法院上讲告解的内容 保护了她 总之 她被 没有被起诉 没有被起诉 家人都很不平 那么到 一直都不平 一直都希望把这件事情 弄清楚 到2002还是04年的时候 有新的检察官出来 要做这个事情 法院还是没有接受 说罪证不足 一直到 一直到 2016年 新的检察官上任 他说他要把这事追到底 很难啊 证人 另外有神父 已经死了 当年办案的也都很晚了 这个神父 因为记录不好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法院跟教会的协商就是 这个神父要被送到最隐秘的修道院去 这有点承认自己犯罪了嘛 最隐秘的修道院去 与世隔绝 那么这神父去了几年 他就还俗了 就结婚了 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婚姻啊 还有其他的故事 我猜还会有的 他84岁 法院里听到他被判有罪的时候 他脸上是木然的 他只说了一句话 这ridiculous已经过了57年了 各位 这不是ridiculous 这个ridiculous是很不幸的 可以说政治和宗教的结合 有人说 起码当时有文件说 那一年甘乃迪竞选总统 他所在这个德州的这个区 是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 那么他们有一个说法说 这个消息 这个新文会对甘乃迪的选票有妨碍 所以大事化小 然后他如果不好 这个神父不好 就让他到修院去 我看到这个新文 我觉得很稀奇 事实上证据有 事实上 人证也有 有一个天主教神父 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 我是觉得很难想象 他说 这个神父有跟他来告诫过 说他杀了一个女孩子 你说 他怎么隐瞒这么重的事情呢 这就牵涉到神父的一个特权 或者一个责任 很难讲好或坏 或者很难讲这是全好或全坏 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 在天主教跟世俗的来往里面 有一条规定 就是神父在任何情形下 不可以透露告解的人所说的事 这应该是对的 应该要守密 可是如果这件事情 人命关天 还守密吗 那么 这个八十几岁的老人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我们不知道 我们求神真是在这世上 能够保守我们平安 我很遗憾 这件事情终于 照家属讲 迟来的正义来了 五十七年 很可怜 另外一件事在挪威发生的 挪威 瑞典 丹麦 整个Skandinavia 这个地方 北欧这个地方 原来很长一段时间 是非常近前的 如果不是地球上 最近前的一个区 非常近前 绝大多数都是 路德中的 信义会的 但是这四五十年来 是越来越世俗化 越来越抵挡基督教 讨厌基督教 听说无神论最多的 就在这个地方 瑞典 挪威丹麦 这附近的还有 是不是卢森堡 已经不止一个同性恋的总理了 反正就是这样的环境 有一个前罗马尼亚的工程师 罗马尼亚是东欧 东欧原来是共产国家 后来都解体了 听说现在在欧洲 最近前的就是以前的东欧 他们以前是共产国家 没有信仰自由 但是现在能够重新得到自由 他们就觉得很宝贵 所以很多人很虔诚 这个工程师是一个 灵恩派的教会 就五行节教会的 他来到挪威 找到工作 跟一个挪威的女孩子结婚了 他们家庭很幸福 五个小孩 最小的2015年 大概才三个月 很可爱 你们在网上可以找到那个图 最大的好像是女孩七岁 那么女孩子 女儿在学校里面 就有跟老师 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老师说了一些 跟他平常父母教的 不一样的东西 女孩子说 我爸爸说 上帝会处罚罪恶的 God punishes sinner 老师就非常的生气 各位 我真的很难想象 老师就很生气 因为这是一种 他们觉得的异端邪说 他们觉得的 歧视其他的人 挪威有一个部 叫儿童福利部 就是防止家长虐待小孩的 这不是坏事 但是这离谱到一个地步 他们后来就来 先来警告家人 说 你不可以讲这种观念 你不可以 毒化你的小孩 什么上帝处罚罪恶 这让人很残忍 上帝根本不是这样的上帝 然后如果上帝处罚罪恶 他们很快就想到 爸爸妈妈会不会打屁股 小孩说会 哦 这犯法了 打屁股是犯法的事 五个小孩 通通被政府拿走了 准备起诉这对父母 然后这五个小孩 送到三个不同的家庭 寄养 你能相信有这种事吗 后来全世界的很多基督 政府抗议抗议 抗议了半年以后 挪威政府终于把小孩 还给这家庭了 这家庭也离开挪威 回到罗马尼亚去了 各位 人远离上帝是很离谱的 人远离上帝 会在各样的事上离谱 不是天主教的神父 才会离谱 也不是曾经是信义会国家的 挪威才离谱 你我都是一样 我们不能离开神 愿神吸引我们 让我们在他那里 找到安居乐业的地方 神叫孤独的有家 使被求的出来 向福 我也再一次求神祝福 传爱之家 和每个教会 我们能够喜欢一起唱歌 我们一起吃东西 这真是很有福气 我的感觉 你们的感情应该比一般教会的要更好 因为一般教会 就是信靠耶稣 你们除了信靠耶稣 还很喜欢唱歌 除了喜欢唱歌以外 是不是还是很喜欢烧菜 我始终还没有吃过 那么 愿人在你们这里找到 平安的地方 事实上 《悲惨世界》那个电影 我也提过很多次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到教会去的 《悲惨世界》是这样讲 《钟楼怪人》也是这样讲 都有讲到 教会是走投无路的人的去处 所以教会从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圣经里说的逃城 逃城是以色列人 中间如果有人误杀了什么人 要躲避那个暴血仇的来杀他 就跑到逃城去 在流南云密之地居然有逃城 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 教会有各样正面的意义 也有一个正面的负面意义 就是走投无路的人 在主那里 可以找到安稳的地方 神做孤儿的父 寡妇的深渊者 虽然他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不一定看到做的最恰当 我们不觉得最恰当 但是让我们就继续地 在教会里得到安慰 第七节 神啊 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 在旷野行走 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 天也落雨 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 也震动 神啊 你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你使他坚固 你的会众在其中 神啊 你的恩惠 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这也又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 当耶和华出来走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 这个世界 强大的东西 都会害怕 而这种害怕 会带来好的结果 在这里 地 见到神的面就震动了 对不起姐妹 又开个玩笑了 这个 因为神太漂亮了 我们中国人叫 金燕 这么漂亮 然后就 茶杯就掉地上 那么当神出来的时候 地看到 耶和华出来了 哇 好一个美女 就发抖起来 天就落雨了 天落雨呢 通常圣经讲 也是一种震惊的现象 震惊到 那个穷仓都 厚不住 那个雨水了 雨水就降下来了 神太美好了 西乃山 见到以色列神的面 西乃山本来是神住的地方 但是他现在又看到神 看到神的面 就也震动 这震动 带来的都是好事 降下雨 震动 让神的百姓 得到坚固 我很喜欢这句话 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我们累的时候 这里注意 产业疲乏 其实就是土地疲乏 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从生态的观点来讲 土地会累的 最累的土地在这个地球上 应该就是我们中国的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几千年 因为文明太久了 几千年来 有那么多人住在那里 就不断地 吸收那个土里面的营养 以至于那营养越来越少 也越来越厚不住 就流失了 你在圣经里面看到 神让人工作六天 有一天要休息 因为很累 其实不是六天休息一天 是白天工作晚上就休息 神让人休息 你看到后来神的规定 不只是七天有一天要休息 不只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 七年有一年 要安息年 七个七年有一年 叫喜年 大喜 各位什么叫大喜 就是大睡 早上不必起来上班 安息年 就不只是人休息了 连土地都要休息 喜年是土地都不要长任何东西 你不要耕耘 你就让土地休息 喘一口气 那么神对以色列人 对以色列的土地也有这样的 这样的帮助 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不只我们人会累 不只你的深处会累 不只你的外劳会累 连土地都会累 累了就出不了什么土产了 累了就没有什么果子了 那个时候神使他兼顾 让他休息 让他兼顾 让他得胜 第十一节 主发命令 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当主发命令 主工作的时候 就一定有好消息 统兵的君王逃跑了 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妇女 分寿所夺的 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 好像鸽子的领翅膀镀白银 领毛镀黄金一般 全能者在境内 赶散猎王的时候 势如飘雪的沙门 这里我们不大清楚在讲什么 但是大概上下文接起来就是 当神出来的时候 当神带来胜利的时候 神会让他的子民很丰富 神也会让他的敌人分散 那么下面 耶和华出来还会叫 山斜眼看耶和华 第十五节 八三山是神的山 这句话我没听过 这句话你大概也没听过 神的山 你们去过马来西亚的话 知道马来西亚有神山 那么我们台湾 没有神山 日本的富士山 是神山 他们觉得 很神圣 如果有神山 那是西乃山 如果有神山 那是西安山 西安山是 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 西乃山是跟以色列约的地方 你从来没看过 八三是神的山 八三在哪里啊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耶和华不是占据了 西乃山是三大王 耶和华也不是在西安山三大王 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 西乃山 西安山是神的山 只是在讲 神跟祂的子民在这里 有比较清楚的历史关联 八三山是神的山 其实意思就是 这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属神的 你记得雅各在伯特利 晚上睡觉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你记得摩西在米甸旷野 牧羊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没有哪个地方不是属神的 没有哪个地方神不在 我们就属神的人 我们在神的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件事上 我们尊主为大 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 第十六节 你们多风多领的山啊 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 在神所愿居住的山 耶和华必住在这山 直到永远 神的车链 泪万银千 主在其中 好像西乃圣山一样 你已经升上高天 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 就是在悲逼的人间 受了供奉 叫耶和华神 可以与他们同住 我们每个人以后都会搬家 你现在住的地方 不会是长期不变的地方 我一直不懂为什么 我从小填地址的时候 都有两栏 一栏是通讯的地方 一栏它写 永久住址 我那时候很小 我就觉得奇怪 有永久住址吗 永久住址 一个人的永久住址 应该是坟墓 哪里有永久住址呢 一定会变的嘛 我真的小的时候 第一次填 我想举手问老师 我搬家了怎么办 什么叫永久住址 不知道哪个聪明人 想出来的话 永久住址 现在要户籍地址 户籍地址 对嘛 反正就是会动嘛 会变更就对了 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 我们在巴山 我们在阳明山 我们在台北盆地 我们会迁移 因为我们都会变动 因为不同的原因 我们变动 愿你在不同的地方 都经验到上帝的丰富 跟你在一起 上帝在那里 把各样的丰富给你 为你打败敌人 身上高天掳掠仇敌 以福所述用了这句话 来形容耶稣的复活 以及圣灵的差下 第十九节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神为我们施行 诸般救恩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乎主耶和华 这句话 神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意思也是 我们天天有重担 要学习将你的重担 谢给主 要学习肯定上帝 对我们的爱 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乎主耶和华 并不是说我们 在手术台前 能够活下去 或者是战争中不死 得胜是耶和华而已 人能脱离死亡 各位 终极来讲 没有人能脱离死亡 连耶稣都不能 我们都会死 但是脱离死亡 是上帝的应许 主耶和华 救我们脱离死亡 早一点有这个预备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你要预备迎见你的神 如果就我们人间来讲 你要预备衰老和死亡 我自己这几年 越来越体会 预备迎接死亡的迫切 因为慢慢体会到 从衰老到死 真是好快的事情 也因为常常去老人院 看老人 我也真是再一次 求主帮助 各位 可能你们都有打算 都有计划 我们买了什么样的保险 我们预定了什么样的安养中心 这些很好了 我也希望我能够把这些事 都预备得很好 但是恐怕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 你的心态 我看到快乐和平安的老人 实在不多 我看到有钱偿命的老人 很多 我们教会 年龄最大的妈妈 应该是105了 还是106了 这些都已经不太稀奇了 我现在马上想到 我们教会就有两个 103或04以上的人 偿命的很多 富贵的不少 偿命富贵的老人不少 快乐平安的很少 因为有一件事情 是再多的钱 再健康的身体 没办法给的 就是我们都会死 我们都会老 我们的孤单和寂寞 会在那里 及早学习跟主同行 让我们能够平安 好 我们再看下面 21节 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 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 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八山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你打碎仇敌 你的脚踹在血中 使你的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 进入圣所 歌唱的在前 作业的在后 都在几股的童女中间 都从以色列的源头而来 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 在那里有同管他们的小遍亚民 有犹大首领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部伦的首领 有拿福他利的首领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求你兼顾为我们成全的事 你为我们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猎王必带贡物给你 求你赤贺芦苇中的野兽 和群公牛 并猎帮中的牛犊 把银块踹在脚下 神已经赶散 好征战的猎帮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见神 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好 这一段也有点复杂 我们非常简单地讲过去 整个诗篇都在讲 这个诗篇在讲 神啊 请你起来 引导我们 为我们做事 让我们能胜过仇敌 让我们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 让我们看到你与我们同在 住在我们当中 那是二十四节 进入圣所 那么当神进入圣所 对我们今天而言 当神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 不是主日而已 不是圣诞节而已 天天在我们当中 每个时候都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丰富 我们就看到每一个同工都是丰富的 二十七节 在那里有同管他们的小遍亚民 是幻圣吗 在犹大的首领中 有西部伦的首领 是金武吗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丰富的 我们也看到神继续为我们保守 赐贺芦苇中的野兽和公牛 芦苇中有野兽 有鳄鱼 有危险 求神救我们脱离患难 求神也继续带领我们在旷野 在任何一个地方丰富 最后一段经文 世上的列国 你们要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颂主 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 他发出声音 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是穷仓 神啊 你从圣所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 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这篇诗篇 不知道为什么跟你们这么有关系 结束 这个世界上的人 盼望他们都向神歌唱 他们要做这种事 传爱之家要发挥两个功能 一个传福音 世上的人知道神的爱 他们就会唱神的爱 第二个 你们要预备好 要去教全世界的人唱歌 你教他 你教他 他才会唱 世上的列国 向神歌唱 你们的责任重大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求主同在 求主保守你的教会 让我们不断地向你呼吁 求主兴起 求主兴起 使你的仇敌四散 使你的百姓兴旺 谢谢主 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荣师母祷告 恳求主医治他 恳求主减少停止他的痛苦 恳求主让他身心灵都平静 恳求主也保守荣老师 身心灵都平安 我们当中或有其他的肢体 也在艰难中 不论是身体的 心灵的 我们也求主医治 让我们健壮 奉耶稣的名祷告